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在这里来给大家 你什么表情吧? 怎么了? 好看,大家看我就是常常换发型嘛,对不对? 今天看到偶尔你也换个发型了,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我平时都太正常了,这个好看不好看 在下面留言,然后按赞 好,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个啥呢? 其实这个话题我们老早就想跟大家讲了 终于今天抓到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谈 今天要来说的这个东西就是阴谋论 那我们这个,尤其从去年大选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华人群体呢,是比较偏爱听中文的频道 因为听中文频道呢,就是听得比较明白嘛,比较清楚嘛,对不对? 所以比较容易了解,很多这个分析的出发点都是从我们华人比较关心的一些出发点去看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大选的期间,突然有很多华人自媒体的账号 碰碰碰碰碰,雨后春笋一样的就跑出来啊,因为我们不看 我们主要看的是外国人的媒体,我们不太看中国的媒体,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多多少少,因为有些朋友会转给我们看 所以我们就点击,就会稍微看一下 但是看完了之后就想说啊,这有人信呢 对,有说什么,川普三月回来,四月回来,五月回来,六月回来,现在九月了,然后十月回来,各方面 对,反正就是一个月一个月往后推哈,你到了那个六月你就等着说,哦,七月回来 OK,那我就等七月,然后推到八月了,反正你再往后一个月,说八月了,八月了,那就等着说八月底九月初一定回归 说那个川总王者回来,好,那我们就等 这个不是这个川普的错,这个一定就是什么什么什么Deep state,怎样怎样怎样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还蛮奇怪的,因为找借口可以连着找这么多个月 然后结果最神奇的是 找这么多月的借口 还有人信 然后而且是非常充满信心的说 你们不相信 你们就是不相信神 你们不相信 你们就是假基督徒 对,你们就是放弃了基督 其实这两个事里面到底有什么连续呢 约等号也画不上 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 对 你几乎是不能批评他们的 不是,你连怀疑都不能怀疑 你就如果说你要问一句说 那为什么川普还没回来呢 你只要这么简单的问一句 你就等着吧,你看有多少人来骂你 因为我自己不太看中文的新闻频道 所以说我更不看就是中文的讲评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太相信中文媒体的一个人 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 我曾经看过几集就是 的东西 内容我看过了 就是我都知道了 就是从Q啊 还有几个 大的英文的阴谋论的平台里面出来的内容 那Q大概是 近期以来最有声望的一个发布者了 几个从未来回来的啊 然后什么印度神童啊 那几个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声望 那自己你都听过吗 我本来不知道 我妈有一天突然打发问我说 有个人从未来回来你知道吗 我都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什么 然后有个人从未来回来 谁从未来回来 那人是未来的旅行者 他还拍了什么视频 你太落伍了吧 这你也没看过 噼里啪啦还给我说一顿 我说你信吗 我妈说 当然信啊 我妈说 对你信 你就信那个神吧 你去信你的神 哈哈哈 那Q的内容其实有非常的多 那事实也有很多 例如像说什么非法移民从宏都拉斯步行到美国边境之类 但是他们全身穿的干干净净的 就是这些都是 假的啊 对不对 还有就是美国在边境里面看起来跟在打仗一样 就那些很明显就是专业摄影师 请那些人带着小孩白pose的 对 还有什么什么罗斯柴尔家族啊 控制了整个欧洲的经济 然后帮助以色列建国那些 阴谋论很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把某个事件利用一个坏人 或是一个黑暗的势力 合理化 而且把所有发生的事情串联起来 我本来是相信Q的 但是我开始不相信Q的时候 是他有一次的影片 他说大家不用担心 世界很多人都觉醒了 他们反抗的身份就是穿着黄色的背心 目的就是要来推翻这个影子政府 里面就提到什么法国啊 纽西兰啊 泰国啊 台湾 我听到台湾这两个字的时候跟就是跟黄背心扯上关系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说OK Q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啦 因为我知道台湾的黄背心只是叫跟蔡英文喊话 只是叫他就是收税退让然后平凡1219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就开始找那些Q支持者的这个来源还有目的 我就发现 没有一个穿黄背心的是跟Q说的有任何关系 之后Q又说到什么就是甘乃迪的儿子还活着啊 然后川普跟甘乃迪的儿子在上演一个王子复仇的这个故事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有什么 宾拉登还没有死 911他不是 恐怖攻击的主谋 宾拉登其实是 原本是深层政府的一部分 是因为知道某个秘密 所以要被深层政府处决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有各式各样 很酷 但是很难相信的东西在我面前 所以说我开始找这些新闻来源 我开始找这些东西的来源 我越找我就越不能相信说 Q他到底在 在讲什么东西 对因为我相信当时Q的那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 简直就是一个大爆炸 大刷屏 所有人都说赶快看 啊这个东西马上就要消失了 然后你这个link又怎么怎么传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我就我们都很紧张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跟大选的那个时间嘛 就一切都跟这个有关 我们说哦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我们不知道的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有好多集 然后我们就说赶快抓紧时间来看 我那天晚上 我是又祷告 然后我又怎么那天我把床铺好了 我就抱着iPad我就开始准备看 我就是想说我看第一集 我想说哇好可怕 我还是我的牧师传给我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就看说哎呀 因为你知道吗 我是做剪辑的嘛 我们都是做剪辑的 你知道后期的这个东西 对这个东西是有多重要 你所有能看到的东西 一切东西都是跟后期剪辑的功劳是永远都分开的 你现在一看的那些东西 所有东西它给你做一个效果 你先横线 给你放一个音效 然后登登登 那个声音给你一放 然后说 Q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说什么 我们有一个计划 Trust the plan 然后什么呢 你把这个东西一个故事的 你学电影的嘛 你这个东西就是storytelling啊 你先把它铺电影铺好了之后 然后后来到了一个点 你夸 你给它一收 然后到最后说 Trust the plan 然后你就再看下一集 这东西就跟你看电视剧上演什么 都是非常非常像的东西 我相信他们这个团队 做这个影片一点也不简单 你想从前期写稿 对吧 然后到你剪辑 然后到你po上网等等 这是一个蛮大的工程量 然后而且你那个节奏一定要抓得很好 你在剪片的时候 配音的时候 一切节奏都要抓得很好 常说的是什么 不要相信我说的 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这些东西都是他说的 我搞了办法你还是相信他说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是被骗了一六十三招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中间呢 损失了很多东西 之后我们才慢慢发现说 哦 原来这个东西 其实 今天节目是由神奇传播 No Wonder Media赞助播出 阴谋论是不是到处都是呢 是不是不知道要相信什么呢 很困扰吗 这里介绍一个 好笑 欢乐 充满知识 又传达正确价值观 以及辅音的节目 神奇传播 No Wonder Media 是由周一方牧师带领的团队 以3D或者2D的动画 制作出来的小品 每天短短几句的内容 让你的身心灵都成长 让看圣经更有趣 让生活更丰富 千万看到我们节目的最后 我们会提供一些小小的sample 也请各位继续透过Coffee的会员 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我们这个节目 可以继续的做下去 所以还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 说为什么我们不相信阴谋论了呢 我们本来也是完全相信这个东西的 因为我们是阴谋论的受害者 我不相信阴谋论的原因 是因为他错太多次了 其他的我不说 我就拿Q来打比方好了 OK 从川普选举前 就说他的阴谋论就没有断过 他用两只手拿杯子 Q就说他是在跟Q的信徒打暗号 然后之前大选的时候呢 就说什么选票上有新型的浮水印 然后有RFID的晶片 还有GPS的定位系统 真假选票一看就知道了 然后大选舞弊 两个礼拜之后就水落石出 当时什么加州的那个共和党 那个Peter Boe还跟我们说 现在这些都不用怕 选举45天之后 就会有大事发生 执行戒严 然后抓出这些叛国贼 所有的证据都在手上 过几天之后 就一定这个正义之师 大军归来 拯救美国 结果 各位不知道 大逮捕那一天的时候 我是真的信了 OK 我在Costco买了两桶Emergency Food 囤了两箱水 买了500多发的223的子弹 手在家里 我本来打算就是 这些东西是慢慢买的 结果当时我真的是 防弹背心 防弹安全帽 高能手电筒 夜视镜 全都是在那一段时间买的 结果Peter Boe说的45天之后呢 就变成了选举后的第46天 然后Joe Biden就变成总统了 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而且你当时 他当时跑到那个Costco 去买的那个Emergency Food 当时买的时候 因为就是那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相信了 Costco把那一桶Emergency Food 当时买的时候是100块钱一桶 对 咱俩一起去的嘛 对 当时买的时候是100块钱一桶 然后我想说 哇这很贵 就你真的要拿吗 然后他就说 拿不行了 完了 他还跟我说 信誓旦旦跟我说 要出什么事了 赶紧往我家跑 我家有枪 然后我当时还想说 有这样的同事真好 我想说Emergency Food 我就想不买 真出什么事了 我就往你家一跑 结果 对 45天之后就 第46天了 然后那个Emergency Food 再过两个礼拜 一去Costco 变成50一桶 直接掉价掉了一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东西的影响力多大 连市场都跟着他这样去运动 一桶东西原来可以卖50 那个时候可以卖100 你还买了两桶 你本来这两桶可以变四桶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们当时还专门开直播 我们当时是真的没有什么 上班时间下班时间 周末跑过来开直播 我们想说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传出去 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然后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然后我还在那边哭了 对 怎么办 怎么会这个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 还是我们工作上的事情 如果大家要是记得 这个阴谋论真的是陪伴我们好多个月 哎呀 大逮捕的那天晚上 我们每个人究竟都发生了什么呢 下面来给大家看两个小短片 这两个小短片呢 改编自真实故事 如有雷同那是不可能 当时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我收到一串的简讯 然后说大逮捕 还有那个 就是停电 各方面全部都要开始了 然后全美国会进入一个 疯狂的捕杀状态 那当天晚上的时候 我是 赶快把我的女儿赶快弄睡觉 之后发生的事情 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我一个人 拿着我的枪 穿着我的防弹背心 还有防弹头盔 坐在客厅里面 等什么时候停电 我大概到了 凌晨大概两点左右 我影片都看完了 而且那时候老板还 就是说 现在就是基督徒要起来的时候 现在不是基督徒该睡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等着 后来是 我另外一个同事 传简讯和我说 我老板好像说 那个东西是假的 所以说我才知道说 原来他也被骗的 当时 大逮捕那天 我在外面约会 然后 就突然传简讯来说 说华盛顿出事了 今天会有大停电 然后趁着停电的时候 有一个大逮捕的计划 然后我就 跟那个人说 我说我们就回家吧 但他当时好像 还有意思 要继续跟我聊 我就跟他说 要出大事了 赶快买一点应急的东西 今天晚上要大停电 可能最近几天都不要出门 美国各地会发生暴动 川普要抓人了 赶快回家吧 他当时看着我一脸不解的表情 我要跟他说 我说的都是真的 赶快回家吧 结果 我们就匆匆地结束了 那一次的约会 回到了家 回家了之后 我还不放心 我一直在网上搜集各种的信息 我好怕 就是 停电也没发生 什么都没发生 那个人觉得我有病 他就再也没找过我 不要相信 看到我惨痛的经历 已经失去了我人生美好的昏迷的可能 已经失去了我整个人生伴侣的可能 这是对我人生来讲最大的惨痛的教育 大家因我为解 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碰 大家看完这个短片 有没有认为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谁 我们不知道 特别找来的来宾 他们的故事都是真的 而且还蛮精彩的吧 的确从这个里面 有收到一些惨痛的教训 那我们就还挺奇怪的 就是说 阴谋论的这些东西 既然都把我们都骗成这样了 尤其是我们做媒体的 对不对 对 那他有人散播这个东西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他不可能没目的 不然他闲的没事干 他不上班 他不去赚钱 他每天发这东西干嘛 那很多自媒体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吸眼球嘛 吸流量嘛 对 那我们做自媒体 我们也知道 大家看到为啥我们评论 或者是这个 我们的浏览量是这么低 为啥 因为我们说的东西不够刺激 对 我们就是说事实 有啥我们就说啥 我们不会说 瞎便乱造 然后胡说八道 没有 而且我们的目的 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 对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点 就是我们是完全是 凭着爱心 然后有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说 为了这个 我们要赚多少钱 然后我们要吸多少粉 怎么怎么样 这不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自媒体的人 跟我们的目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希望说 粉丝越来越多 观看量越来越多 就他们赚到的钱越来越多 这个是他们很大一个目的 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阴谋论 从甘乃迪总统被刺杀 然后刺杀他的人被刺杀 然后他弟弟也被刺杀 然后刺杀他弟弟的人还自杀 我们可以相信阴谋论 然后天天在那边研究 讨论很好玩 很有趣 很刺激 而且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很聪明 觉得自己好像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对 有一些小型的阴谋论 例如像说 为什么妈妈会从小跟我们说 是红萝卜对眼睛好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有什么维生素ABCDEFG 但是其实这次跟二战的时候 英国不想让德国知道他们新发明的雷达 而编造出来骗德国人的谎言 简单说就是 阴谋论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而且这句话在整个所有的Q的影片里面 还有po文里面都出现 就是trust the plan 相信这个东西 不要怀疑 不要怕 只要信 如果有人不相信的话 就表示他还没有觉醒 如果别人不相信的话 就表示 他们不懂你懂的 然后他们的资讯比你弱 他们这群是羊 你是狮子 你知道 你觉醒 你爱国 你要传达这些东西 让更多人知道 但是他们永远都没有叫你做什么事情 对 也就是说 你是爱国 你是觉醒 这东西都没错 然后呢 我要做什么 我要继续收看你的影片吗 这样就可以做得到了吗 大选舞弊这么严重 你要做什么 脑残总统 你要做什么 非法移民到边境 你要做什么 COVID-19叫你戴口罩打疫苗 随身携带疫苗护照 你要做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说 他们只说 trust the plan 亡者回归 到时候大军压境 把这些卖国贼 叛国者全部抓起来 他们要你 什么都不做 只要继继续帮他们宣传就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每天看这些东西 看到 胆战心惊 爽爽的 怕怕的 然后就说 对 我知道了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是从神来的正义和真理 我一定要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事情 简单一点看的话 你就看原因和结果 结果他就说 trust the plan 就说 你就相信 川普会回来 然后川普回来 这一些问题就全部都能解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因为我们知道 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 他都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 很多问题他都不能解决 他当总统都不能解决 对 而且你想大选舞弊 他不知道吗 他当时还是总统 他做什么了 他有像大家期待的那样说 大军压境 当时我们那个时候还说 大逮捕要开始了 军队已经进华盛顿了 我们当时看到有那个影片 有个人坐在车里往外拍 然后看到很多视频就哗哗哗 又从而走 然后就说完了完了 大逮捕要开始了 大家都想看的 Joe Biden抓出来跪好 贺锦丽抓出来跪好 Nancy Pelosi 抓出来跪好 你们一帮左派全部都抓出来跪好 川普往这一站 看透 结果呢 大家就一直等 到了1月6号 还整出来干啥 这事儿被左派拿到现在一直说 而且迷惑了多少那些年轻人 他们也是通过剪辑的手法 跟Q一样 他们把当时国会山庄 我们明明就看到有一些视频 人开了门 让那些人进去了 所以就说国会山庄那些 大家去了 主要来讲大家都没干嘛 你说那些进国会的人多无聊 翻翻桌了 把Nancy Pelosi的什么东西给搬走了 对绝大多数进国会的 如果你去看那些影片的话 在国会里面 他们走在那个tour的红毯上面 OK 他们哪里没有去 到处都是那个地方 他们也没有塞满那个地方 然后去弄墙壁 把那些话弄下来之类的 他们就是在那个上面 就是走走走走走 然后上楼梯 然后在那边讲 啊 AOC Nancy Pelosi 啊 Joe Biden Mike Pence 对 Hangler Trader 然后 然后现在这些东西 被他们一直弄到现在 对 就是搞搞搞搞搞搞 一讲什么就是insurrection 叛变 叛徒 你做只要一做错事情 就会被他们完全放大 对 所以你就看了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让人小辫子就这种东西 抓出来大做文章 做的不少啊 并不是说 川普当了总统 他就变成神了 拜登 砍头 没那事嘛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也知道说 你知道到了那个 Inauguration那天 1月21号 哎呀 那那天呢 我就想说神啊 这作弊上去的 这哪能行啊 你就让他们手 按在圣经的时候 哗叉天上 就劈下了一个大雷 你就让他们知道 谁是真的神 没有啊 没有发生啊 没有实现啊 然后川普呢 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 怎么着 人家就是上去了 没有 而且是透过宪法 合理的上去的 他因为就是选举人投出来的票 真的就是没办法 对 所以就是我们 我们要来看很多东西 就是说你 你这个阴谋论 这个东西要怎么理解 你要跟现实生活结合去理解 是 你不能在这天天 一想天开 做大梦 这种梦我也想做 这种梦很美好 你让我做 我一口气 我可以做个三四十年 但是问题是呢 基督徒跟普通的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真理 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 基督徒一定要相信事实 还有真理 用这个来打破一些那些假的迷惑 还有假先知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一再强调的就是华盛顿发生的事情 国会发生的事情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并不是很多 我们的市长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老板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会更多 我们要从身边的人做起 我们要从我们的身边开始 我们要创造一个我们的生活圈的安逸 当我们身边的人知道这些事实 而且想法跟我们一样 是要一起来保护家庭 一起保护孩子的教育 一起爱神的时候 那么政府要做什么极端的决定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就变更少 我们要传达的是事实 我们要发布的新闻是有根据的 而且符合事实的 不要再去追求那些阴谋论 还有哪个政治人物会来救我们 我们要变得更强壮 而且让我们的社区变得更强壮 才有可能有什么改变 当我们变得松散 而政府变得无限庞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得跟 你在网路上看到的那群神经病一样 一天当然说什么 为什么西方国家在欺负中国 为什么中国在欺负台湾 为什么 其实你都只是在当政治人物的打手 在政府里面找认同感的正义魔人 而已 那AI News还有PHC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文化 就是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我们是可以抵抗这些大公司的封锁 左派的侵蚀 还有阴谋论的污染 只是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而且要用我们的生命 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 而不是深陷在阴谋论里面 等待某个救赎者出现 就跟当时耶稣来的时候一样 他们以为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战争的君王 是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 但是耶稣来是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所有人的生命的 因为他就是道路 他是真理 没有他谁也无法到父那里去 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而不是相信所谓的阴谋论 那我们一说到阴谋论 阴谋论在 其实在创世之初的时候 阴谋论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人类接受到的 第一个谎言的讯息 其实就是阴谋论 为什么当时亚当跟夏娃 会去吃那个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 神已经非常明确说了 这么大个大花园 你随便跑随便玩 这么多动物 你们两口子就在这好好生活 就是那一棵树不能吃 其实说实话 这个很容易遵守吧 我有西瓜树 我去吃西瓜 我有苹果树 我去吃苹果 那棵树有什么特别 我有很多种东西可以吃 Why 我一定要去吃那个 为什么 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四节跟五节 是这样说的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 这句话就是史上第一个阴谋论的诞生 这个故事里的主谋 就是这一位三位一体 创造天地 大有能力的神 他的阴谋是什么呢 他想要拦阻 人类的眼睛被打开 他害怕 他们像神一样知道善恶 所以不让他们吃果 下巴一听 多大的阴谋 那应该神你这个阴谋论 所以夏娃就成为了第一个相信阴谋论的人类 并且他还把这个阴谋论传给了当时的另一个人类 他的老公亚当 所以他们能吃这个果子的前提 他们就是相信神有隐藏的阴谋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阴谋论的创始人就是谎言的父 撒旦 那我们基督族是不是也传这些谣言呢 当然传了 基督族传的还不比任何一个世界上的人传得少 我每一次打开群组 不管是说微信的还是line的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假讯息 甚至传信息的人 他有的时候他根本都不看 他都不知道他在传什么 他就说哎呀 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重要 我一定要让别人知道 哗哗哗哗哗 手起刀落 一传十十传百 有多少群组就发多少群组 那有一个蛮好笑的 在那个微信群里 曾经就有一个大姐 她特别喜欢在那个微信群组里发 那个群组几乎没什么人说话 每天就她哗哗哗 就一直发这些东西 那在加州选举刚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在胶着说 这么多候选人我要选谁的时候 这大姐突然有一天在群里 不知道复制战舍从哪来的 哇次à哗哗一发 一发说什么呢 说川普非常的支持kä文开里 他发这句话不要紧 下面马上一个人就结了说 川普背书kä文开里了 感叹号 这是真的吗 我现在马上就去发 你看贾西文是从哪来的 因为这一次 这个所有的候选人 川普没有背书任何一个人嘛 对吧 那在上一次加州大选的时候 川普背书了那个John Cox 结果John Cox 比Gavin Newsom不知道少到哪里去了 所以川普真的光明正大的出来背书 不一定会给这个加州大选 产生一些非常正面的影响 你这个一传出去 可能几百个人传到不同的群组 然后都说背书了 背书了 这种东西 不止这个样子 他们现在很多人在群组里面 然后就是看只看title 然后就那个很多 其实title上面写的那个东西 然后只是让你爽的 让你看了之后 你就会传出去 就是吸引你点进去 对 那个title不是有 不一定是说的是一个事实 或者怎么样 它是说让你看 我感兴趣 然后让你点进去而已 只是这样一个 很多时候我们的节目 也是大家只看title 我有一次发了之后 我忘记是什么了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帮我骂了一顿 然后说我是假新闻 然后我就觉得内容是什么 你有看吗 然后那个人就说 没有看 现在这个讯息这么混乱的时候 我们内容都不看的 还理直气 这样子跟我讲 我就 对 那当然我们来看到说 基督族传播这些错误的信息 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 有的是你根本就没看 然后有的是你可能看了 也没看懂 然后有的是你可能就是 非常单纯的觉得说 他说的就挺对 那我就是要发出去 这个原因多到 就像为什么人会相信阴谋论 这样一个课题 总的来讲就是 把所有的事情简单化 就是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背后有阴谋 对 其实很多事情的成因 是非常枯燥 无聊 而且复杂的 为了简化这个过程 让人比较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相信 让你直接这么大脑 直向人想 你就能想得通 他就直接说 为什么这样 因为有阴谋 就是直接的一条线 他不跟你说 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 就因为有阴谋 所以呢 这样的话 阴谋论就占据了 非常大的市场 但是真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 传播谣言 是神非常非常 不喜悦的事情 圣经很清楚的 告诉我们 神恨物虚荒 真言六章这里说到 无赖与恶人 满口鬼诈 己眉弄眼 手脚示意 心术不正 设下诡计 惹事生非 耶和华所憎恶的事 有六样 连他厌恶的事 共有七样 高傲的眼睛 撒谎的舌头 杀害无辜的手 图谋诡计的心 奔跑作恶的脚 撒谎的假证人 和在弟兄中 挑起争端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因为有很多的 假新闻这样的传播 在我们的兄弟姐妹中间 的确挑起了 非常多的争端 那我们 是不是要停止 这样的做法 马太福音12章 36到37节 在这里跟我们说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 神说的话 不是开玩笑的 审判的日子 一定要句句供出来 我们所有说过的话 所以 很多时候 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不确定 这个是真的假的 那我劝你 你干脆不要传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 很多东西没有核实 或者是你不知道 你不清楚 你还在怀疑 要不然你就是花上时间 真的去查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要是不确定 宁可干脆不要发 那很多朋友说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就是不知道 那些是假的 我传了我就传了 我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那我们这个时候 作为基础徒来讲 我们有个privilege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但是我们要 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到底是什么 罗马书12章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节开始 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这个是和合本 翻的可能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大家 这个经节很有名吧 大家应该都听过 心意更新而变化 但我们来看 这个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里面说什么 说 所以在这里是说 神说要改变 我们的思考方式 如果你的思考方式 不改变 你就没有办法知道 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的思考方式改变了 你才能够知道 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第三节这里说 Don't think you are better than you really are 然后这个接下来还说 Be honest in your evaluation of yourselves 圣经英文版 这里用是警告 Warning 保罗说我Warning你们 我警告你们 告诉你们说 对自己呢 要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你是脊梁 你就是脊梁 不要对自己太高估 要对我们的水平和认知 用诚实的 用实在的眼光去看待 这个是 神告诉我们的东西 每个人都会犯错 那我很多时候呢 我以前我也不愿意承认 我自己错了 我说因为我承认 我自己错了 就等于我很傻 所以我才会错 但是我现在勇于面对自己 因为神就是告诉我 要用实在的真实的眼光 去看待我自己 到底是几尽几量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 看一看今天的 看看留言吧 第一个留言是来自于 沿街乞讨地喊大亨 地喊大亨 地产大亨 他说 左派新洲 不打疫苗是杀人 不戴口罩是杀人 警察执法是杀人 但是只有堕胎不算杀人 这个就是伟大的左派 伟大的逻辑 不用质疑 信就对了 这个朋友脑筋还非常的清楚 没错 给你个赞 没错 各位可以就是发现 就是左派 只要他们做的事情 都是好事 只要是他们不同意的事情 就都是坏事 这就是吃了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之后 他们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衡量善恶的标准 我做的都对 对 我喜欢都对 都对 你做的都是错的 都错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朋友就James 他说 某国大魏都被偷了 事实上是处于亡国的状态 还能有违宪的问题吗 他们冒死偷窃得手 你觉得他们会再下来吗 想想1917的苏联 还有1949的中国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怕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 因为当你把权力丢给政府的时候 他就绝对不会还给你 这个是所有历史上面都发生的事情 那1917年的苏联跟1949年的中国 其实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共产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创造一个大的政府 然后管控所有人民的生活 你甚至从摇篮到坟墓 他们给你坟墓的方式就是 让你丢进一个乱葬缸子 好那这种时候我们基督徒就非常需要 神的话语每天来教官我们 那教官我们的方式呢 晨岛会早上一起床 就能开启你美好的一天 每天早上哦 清晨六言中我们会有一群牧师带领的 陈导会 他们会请不同的讲员 还有讲师 每个星期三 AI News也会在上面 然后跟大家讲最近发生的新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你说阴谋论 告诉你的是 你只要trust the plan 你什么都不要做 有一个救世主会来救你 与其相信去那个 还不如我们早上六点钟起来 预备好我们的心 然后把我们的时间献给神 因为我们这个清晨六点钟的 这个陈导会 不是一个一般的陈导会 我们在里面就像你讲的 每个礼拜会有讲员来讲 然后我们还有牧师来讲信息 我们是主要为国家发生的 我们社区发生的这些事情来祷告 而且我们会非常清楚的认识 撒旦利用左派现在在做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能做的 去against他们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为我们的国家祷告 我们会为我们的社区祷告 我们会为现在的教育系统祷告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现在实实在在 真实发生的事情 所以清晨六点钟 早上早一点起来 然后来一起来敬拜 然后一起来听牧师的信息 然后来看一看 现在国家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一起来看过祷告 我相信神说 一人发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 比你去花上时间去传播阴谋论 去听阴谋论的东西 要实在的非常多 好那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来看一个 也是由我们神奇传播来制作的 这样一个清晨六点钟的 这样一个宣传的动画片 花了很多的精力 花了很多的时间 非常有意思 鼓励大家 还是去YouTube上面搜索 神奇传播 来关注他们的YouTube账号 真的是很多同工 花了很多心血 包括周一方牧师 他们大家一起开会来研究这些东西 希望大家看到片尾呢 这里就我们清晨六点钟 这样一个陈导会 在zoom meeting上面 然后有这个账号有密码 大家记得每一天 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晨六点钟 我们就会在线上的陈导会 与你不见不散 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s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赛小光 我是叶师母 我是朱鸿薇 我是蔡小慧 文贵神秘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